大家好,我是邱哥 能进入NBA联盟的球员都是各自基金里的乔丹 他们在天赋上自然是篮球这项运动里的佼佼者 但现实往往并不会向着最理想的情况发展 有些天才球员就因为种种原因而泯然众人 今天我们一起盘点NBA十大没有对象天赋的球员 第十位,福尔茨 身高193公分的福尔茨 臂展达到了惊人的208公分 195磅的身形飘逸又不是力量 大学时期他便是有着精英级别技巧和运动能力的双能位 第一步的突破速度快如闪电 变相能力也非常强 那期罚球线战俘扣来 想必你肯定记忆犹新 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2017年选秀状元 但G6人摆烂一整年收获的天才 很快就变成了一位患有异谱症的病号 如今福尔茨还在魔术队苦苦追寻着昔日的自己 第九位,穆迪埃 作为2015年7号秀 穆迪埃劲爆的身体素质 以及娴熟的运球能力 能够支撑他反击时轻松完成 全场一条龙上篮或扣篮 落阵地战时通过突破有效撕开对方防线 这样的篮球天赋和沃尔很像 新秀赛季 穆迪埃发挥还是不错的 但此后便愁住不前 一来是受伤并困扰 屡屡错过掌球机会 二来是始终没有练出稳定的投射能力 最终被NBA放弃 第八位,奥登 再选100次也是奥登 这位被誉为拉塞尔和大卫 罗宾逊结合体的中锋 能够在07年利压多兰特成为状元 就能知道他的天赋有多强 但再好的天赋 也得有出勤作为保障 就在所有人都期待 他兑现赛场统治力的时候 奥登受伤了 82场是NBA一个完整赛季的常规赛场次 而这一个出战数字 奥登竟用了五年才完成 职业生涯五次膝盖手术 让他运动能力一跺千丈 自嘲是NBA最大水货的他 着实让人唏嘘 第七位,夸媒布朗 当时乔丹在巫师付出后 极力劝说手握状元圈的巫师 选中夸媒布朗 并表示后者的身体天赋和技术 并不逊于自己 乔丹过高的赞誉 让这位刚刚高中毕业 就进入联盟的新状元压力俱增 而乔丹为了证明 自己没有看走眼 就对夸媒布朗异常严厉 经常在球场对其训斥 容错力极低 这也使得布朗在场上 畏首畏尾 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水货 第六位,安东尼·本内特 2013年 骑士馆里曾犯了一个 足以载入十字的错误 那就是选中了史上 最礼貌状元本内特 而他也很快成为了 首位被下放发展联盟的状元 打三速度跟不上 打四身高又不够 不三不四的本内特 在场上效率齐低 最终 本内特在NBA只取得 场均4.4分 3.1篮板的数据 在同届字母哥 在场上呼风唤雨之前 他就早早退出了联盟 第五位,欧杰·梅奥 欧杰·梅奥长着一张巨星脸 也被球迷称为黑人版的王力宏 在高中时期 就是全美第一高中生 在他身上 仿佛能看到科比的影子 但进入大学后 他的身高就停留在了193公分 这让他在2号位上 开始变得挣扎 而当时的灰熊 也选择以内线舰队 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 甚至最后将他放弃 在效力公路队期间 梅奥还被查出了 使用违禁药物而遭到竞赛 从此正式告别NBA 第四位,拉鲁·马丁 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 他是1972年的NBA状元秀 也是波特拓荒者 最早的错误选择 进入联盟的马丁 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进步 在拓荒者打了四个赛季后 马丁便草草退役 留下了职业生涯场均 5.3分、4.6篮板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只有41.6% 成为了NBA历史上 第一个水货状元 第三位,维金斯 这是本片中健康状况 最好的一位 说他没对线天赋吧 好像个人急紧 也能出一步 说他对线天赋吧 好像没到该有的高度 维金斯有着迈地一样的 第一步突破启动速度 有着不亚于杜兰特的三大步 他能做出空中720度扣篮动作 并差点够近 但是极力的求胜域 和为人和善的在场风格 让他始终没有巨星该有的架势 除非场场都是打战姆斯或者骑士 不然大部分时间 他都以养生为主 第二位,怀斯曼 不可否认 怀斯曼的天赋确实很出众 一个内线球员 能够持球反击一条龙 投射能力 覆盖半场 新秀赛季的他 对抗能力不够 没有适应联盟的节奏 加上球迷对于勇士的要求较高 所以他被看衰了 目前的怀斯曼还非常年轻 但是因为遭遇了大伤 未来能否对见天赋 势必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第一位,西安·威廉斯 现在的西安已经是在联盟的第三年了 但是他依旧只是能混个脸熟 统计的榜野莫兰特 在去年就率队杀金季后赛 今年更是有望再进一步 而西安却没有展现出应偶的实力 本赛季直接赛季报销 更为可怕的是 西安已经经历了三次重大伤病 这将是阻碍他成长的一道枷锁 同时,不自立的西安 场外开始放纵自己 身高198公分的他 体重一度飙升至300斤 排在全联盟第二 仅次于巨瘦博班 而后者身高是221公分 这个曾经飞天蹲地的家伙 还能回来吗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伙伴还知道哪些球场据闻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并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